我那時候盲腸炎剛開完刀一出來的時候 我像懷孕一樣 我的腹部整個是腫起來的 我在4月17號的時候 發生了一件很大的事情 我住院開刀動了盲腸炎的手術 因為我就中了即興盲腸炎 即興盲腸炎就是 它就是毫無預兆 就是突然的就中了這樣子 本來記得那天是半夜2點 然後我還在吃宵夜 然後突然肚子巨痛 我想說是不是我吃壞肚子了 就趕快跑去廁所上廁所 我不想上廁所 而且還會有一種干擾的感覺 然後我就因為太痛了 我就跑到床上趴在床上說快點趕快不痛 我以為它只會腳痛一下 然後可能等一下大便就會出來了 所以趴在床上就不動 然後大概趴了十幾分鐘之後 我覺得越來越不對 因為我這輩子肚子沒有這樣子痛過 我那時候是右邊側 右邊下腹 然後一種很劇烈的腳痛 然後我就打給我的親戚 然後親戚就來 然後他們來的時候 我是整個人是跪在地上 然後手扶著門把 然後把門打開讓他們進來找我這樣 然後他們看都嚇一跳 趕快帶去醫院急診 然後帶去醫院之後 醫生是趕快打了止痛症 打了之後我就慢慢的就不痛了 就是痛苦原本可能有100% 就減緩到大概只有30-40%這樣子 然後就在一連串的檢測下來 就是驗血驗尿啊 然後醫生又這樣子就是摸摸肚子 有些人急性盲腸炎是 他都不知道那個是急性盲腸炎 我有時候會問醫生 他說他有非常多的病人是 已經盲腸藍尾都破了 才去醫院急診 我真的很不敢相信 為什麼有些人忍痛力那麼厲害 那有些情況可能是 一開始被誤診為是 腸胃炎 然後就只給你腸胃的藥 然後只會吃 可是你還是一直痛 然後可能痛久了他也爆了 然後才去急診這樣子 所以急性盲腸炎其實是一個很可怕的事情 如果你太嚴重 可能還會變成腹膜炎 就可能會死人這樣子 如果你覺得痛得不太對勁 或是你平常沒有這樣子痛過 或是真的是很奇怪 就建議去大醫院檢查急診都好 等一下就是下面的影片是 我剛開刀第一天麻醉才剛退完 沒多久 有點ㄎㄎㄎ的樣子 然後我家人幫我拍的影片 請看 我現在下午開刀 然後剛割完盲腸 就把盲腸打掉 動手術 然後肚子會開三個小洞 然後去上廁所的時候 很痛很痛 然後下床走路跟彎腰就很痛 那今天是住院第一天 醫生說一般的隔天就可以出院 但是我覺得我好像沒有辦法 因為我是一個人住 沒有人照顧我 所以我要再多住個兩天 然後到完全好才出院 盲腸真的是 大家隨時都可能會說中就中的 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下 它是一個沒有用的器官 但是可能你排便不順或幹嘛 然後它會累積的細菌在那邊 就可能會發炎 然後就像我這樣 所以大家還是要注意一下 多喝水 不要累積一些硬食在你的身體裡面 不然它就會累積廢物 然後發炎 那盲腸眼很可怕 是毫無預警的 我就是突然的 劇痛 就這樣 沒有預警 剛剛那個影像真的是非常可怕 那我自己事後有去Google一些資料 藍尾眼就是我們大家俗稱的盲腸眼這樣子 好像不是一個完全沒用的器官 因為我剛剛在那個影片很ㄎㄧㄤ 我就說它是一個完全沒有用的器官 沒用之外還會讓你發炎很痛 我真的是在我工作最多那個禮拜 整個就是因為它全部取消全部推掉 因為它是無預警的 你不知道你什麼時候會得盲腸眼 你不知道你那個食物是怎麼滾到你的腸胃裡面 或是你大便可能你有硬食 或是你大便水喝不夠多怎樣的 不小心掉到盲腸藍尾那邊 然後就在那邊爛掉 然後就是就發炎這個盲腸眼 它是不是真的是這沒用的器官呢 其實好像不是 就是國外的研究 它好像就是還是對 腸胃的消化系統有一定的幫助 簡單來講就是讓你比較不容易拉肚子 小朋友啊青少年在成長時期的時候 這是一個蠻重要的功能 那割掉之後會有什麼後遺症嗎 其實也不會有什麼太大的後遺症 因為有一些病人的例子就是 可能會比較會脹氣 那我自己到現在大概兩三個禮拜了 我瘦了一點多公斤 而且我每一天都不想吃東西 就是我沒有餓的感覺 因為我自己之前有在健身 所以然後也有聽教練的一些話 就是要注重飲食幹嘛的 是因為這樣子然後我就會嚇到 就說喔我該吃東西的時候 我還是要吃東西 我才去吃東西 不然我其實都不想吃東西了 我吃東西 變得是以前的一半 再少一點 就是很快的就飽了 我不知道是因為脹氣還是胃怎樣的 這是我現在盲朝延隔了兩三個禮拜後發生的情況 我那時候盲朝延剛開完刀一出來的時候 我像懷孕一樣 我的腹部整個是腫起來的 超脹 然後一定要放屁 因為你要排氣 每天都一直瘋狂的放屁 一直瘋狂的排氣這樣 很棒 很棒很棒 有一些關於盲朝延欄位的資料 我會放在簡介那邊 那如果有講錯任何的地方 講不清楚的地方 也可以大家可以在留言下面幫我補充 因為我自己也不是專業的醫生 我只是以剛割完盲朝一個病人的親身經歷來分享這一個影片給大家